哈喽,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马吊小学堂 今天准备给大家讲解马吊牌赔偿规则当中 关于红万这张牌的打法要点 红万也就是万万,它是十字门当中最大的一张牌 只有它才能够克制千身 当然它也可以打白老和各种十字 但是你不能因为是老大 就可以随意打别的小弟 要不要打,要什么时候打 都需要运筹帷幄,纵览全局 不能够莽撞形式 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我们把马吊中的四门花色看作是武林当中的门派 十字门起码是相当于少林武当一般的泰山北斗那种存在 它里面人才济济,高手如云 如果你从敌对的角度来看待呢 那它也是长龙卧虎,强敌环士 其中像千参,百老,九十万,五十万 这些牌都可以和最小的二十万组合形成杂色 而且有些牌还可以和桶子门当中的空玩 之花,一桶组合成杂色 这些杂色少至五赫 多点的像九十万和二十万组合成的天仙送子 就有二十克,如果是百万和二十万率先连续上桌 组合成的龙门月可以达到六十克 而且红万千参,百老,二十万这些紧张 还可以和其他三种花色里面的嗓尖集 组合成四门正色 每一种花色一个紧张 烧着十几盒,多得上百盒 所以红万的发落烈流 就需要兼顾打桩 打发石子的白老 结色,结断各种色样 以及主导敌方阵营的开冲 各方面来综合考量 这里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发落灭流 看那些古装片的时候 经常就会听到说如任平老爷发落 或者是听后发落之类的说词 但在马调当中发和落是两个不同的名词 发指的是作为头家出牌 第一个出牌的玩家 每一轮他打出的牌就叫发牌 而落呢 指的是前面已经有人出牌 而我打出的牌 要大过目前场上最大的牌 就叫落 如果是我出的牌 不大于目前场上最大的牌 有可能是同种花色里面更小的牌 有可能是不同花色的牌 都叫灭 就不能让人看到 背面朝上打出去 而流呢 当然也不是指不出牌 每个人都是要出牌的 随时大家的牌的数量要保持一致 牛牌是针对特定的某一张牌来说的 就这张牌 我在目前这一轮不打出去 留在后面再打 对那张牌来说就是牛牌 好 我们接下来就从提腕落腕 流腕力腕 灭腕这几种类型 逐一来为大家讲解 红腕的打法 第一是提腕的规则 提腕它实际上就是发腕 只是提不完全等于发 它指的是在发出的牌 必然是最大的那张牌 其他的玩家不可能打更大的牌出来了 比如说红腕或者是其他三门当中的嗓 因为他们天然就没有对手 所以出红腕的时候 你作为头家第一个出牌 打出的红腕就可以称为提腕 它潜藏的意思是提腕上桌 直接就上桌了 不用考虑后面打什么牌 如果是出的伞也可以称为提腕 我们看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腕 什么情况下不能提腕 首先在腕摆双持 也就是同时拥有红腕和白脑两张牌 这时候不能提腕也不能出百老也不能出十字 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通过实力 假如我有红腕有百万有五十万 也有其他的花色 到我现在缺一个牵身 牵身多半就在外面某个人的手上 我现在如果打红腕把红腕提出来 他的牵身肯定就会留在后面出 他之后就没有天敌了 没有人能够克制他了 而我手上的五十万百万之后面还得出 只要再下一个打出去 他的牵身必然就要干掉我 然后我现在如果打五十万或者百万 那牵身这一桌可能就上桌了 也没办法收拾他 别的人都克制不了 所以这个就和观赏斗双持是同样的道理 只是观赏斗双持是因为其他门有赏 没有尖还有小于尖的盘 这时候他需要把有赏的那一盘先留起来 打十指 我现在十指门就需要也需要观赏 总之在红腕和百老双持的情况下 不能打十指门 第二个万千双持就同时拥有红腕和千身的时候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已经得桌 已经得桌万千两张牌都不能再提出 假设我有红腕和千身 我已经上桌了 所以我的红腕和千身就不会再被吊起 没有吊起的风险 那我千身和红腕是不是要用来守二十万和百万 还有各种十指 如果把红腕先打出去 等到百老之家 他在发十的时候我怎么办 我就一个千身的吧 我如果打这个十指 那他的百老后面就没有敌手了 所以我这个千身 我就看到他爆百发十的时候 不敢打 就很可能导致玩家连续上桌 爆百的玩家 而如果是我万千双持的情况下 而且还没有得桌 那话就有风险 就会出现红腕和千身最后被吊死的情况 这时候还是要先上一桌 保证红腕和千身 他至少到最后有一个能够发挥作用 但不能两张全体上桌 肯定了 因为百老二十万之类的 都还在外面 你两张全上桌 这个百老要逃跑 甚至二十万也要上桌 下面一个是庄家爆百以后 不能再提红腕 这个跟万千双持的时候 不能提万千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再提红腕的话 人家庄家爆百初十 你只有一个千身就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而如果在还没有爆百之前 如果他已经有排上桌 而且不是通过极桌 可以在恰好能够顶破摄像的时候提万破摄 比如说目前场上打了四圈了 每个人都没有红张上桌 在第五张我想要破掉另外三个人的摄像 我就直接提红腕上桌 就可以了 因为我就可以保证五张牌 他们都没有红张上桌 要形成四门摄像 至少要四个红张或者紧张 他们只有三个轮次了 就算后面全他们三个人中的某一个 全是红张上桌 都没机会形成四门摄像 但这种情况 只能对案例的上桌的牌有效 因为如果你是通过极桌立万 你立了万你就不能再提出 否则你就要被算极桌 这个只是针对论罚的情况 你如果不怕被罚 或者是最后没有输 反而是你赢了 这都不存在的 所有操作都可以进行 我们一直反复强调 总的其实总的原则是 要固权大决 为了自己的阵营 首先不输 如果你要用冒险的打法 你一个人要打赢别的三个 你可以任意操作都可以 但是输了 你可能就要替别的人背锅 其实是别的人不愿意为你背锅 要你来擦屁股 最后是牵身打实已经上桌 不能再提弯弯 这个也是很显 很明显 因为比如这里 我们的牵身已经打了上桌了 就不能再发挥作用了 而白老和20万都还在外面 再提弯弯上桌 白老和20万 所以在牵身上桌以后 白老和20万就交给红万来处理了 红万要承担 坚固 牵身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落万的规则 就是红万要不要去打别人的牌 首先是万千双持的情况 一旦有人发尸 必须用红万阻止他的尸子上桌 假如头家他发了80万 假如第二桌第三桌都没有打 他们都灭牌了 那我必须给他打断 不一定要用红万 我如果是第二个玩家 这时候我尽量要用红万给他打断 表示我万千双持 如果我是用其他的十字来做的话 后面就可能被白老留掉 白老和九十留上桌都很危险 他们都可以开冲 都可以组成摄像 第二是有人发誓报百 如果是已经被闲家的牵身 或者白老捉断 那我的红万就不能再捉 我们看例子 比如是有人发了六十万 被闲家用白老捉住了 我是同样是闲家的话 自然不应该捉 因为是同一个阵营的队友 那如果我是庄家 为什么也不能捉呢 因为可能会产生摄像 假如我用红万给他打掉了 那就放任了另外一个千双百老 中的另一个在外面 而且还有二十万 他极可能形成摄像 我先放过百万 他想要形成杂色 他下一桌必须带出二十万 红万在他下一步出二十万的时候 就必须给他打断了 或者也有其他的十字给他先打断 如果我这里把万万出掉了 后面人家出千参 再出二十字 可能就没有人能够压得住 也可能是这里我用红万先压了他的千参 后面的百老和二十万就没人压得住 所以如果庄家要打的话 就可能冒着赔公贺的风险 再下一个是如果庄家的千参 或者百老捉了十字呢 这种情况下发食的都不是爆百 因为百老在庄家或者弦家的手上用于捉食 庄家的不管是千参还是百老 红万就必须打断了 因为庄家他是敌方阵营的 你从断装的角度来考虑 必须给他捉住 闲家用大十八百 比如闲家出了个八十 只要六十万以上的牌 大于六十万的都是大十 七十八十九十之类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红万 不断的话 他后面就可能会出其他花色里面的扇和尖 打不好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面 没有人打 最后是万百双持 打庄的情况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如果你手上同时有红万和白了 而庄家在你下面 你应该出最大的牌 红万给他把庄逼死 如果你不用红万的话 他的千参可能会上桌 装在上架的话 只要能把庄打断就可以了 尽量用百万给他打死 如果他是千参 肯定只能用红万给他打死 有万的情况下 怎么来牛排 要怎么出 这个类型都是只针对 在剩下两种花色的情况下 没有其他的花色了 只有十指门和另外一种花色 这时候就是要不要关嗓的问题 假如只剩下两种花色 而且有红万和一个嗓 在没有排上桌的情况下 应该先发十指 举个例子 假如我有十指和锁子 两种花色了 而且都有红万 都有嗓 有九锁 还有青章 这时候 我要出八十万 假如我不打八十万 如果我打五锁呢 那别人的肩 不是就上桌了吗 上桌了以后 我就剩下一个九锁 有可能这个锁子就没有了 我剩下一个赏 之后可能都没有机会上桌 那我的红万 同样有被吊死的可能 所以这时候我假如先发十指 就算他的签身上桌 他这个八锁 早晚要打九锁 就有机会上桌了 红万不至于被吊死 如果他后面打签身 或者打十指 那我的红万再考虑来收拾他 假如说我是有排上桌呢 那就应该先发 另外一种发射的小白 假如我有个五桶上桌 同样我还是有红万 有十指 有九锁 还有一个五锁 那这时候我就要先出五锁 他的八锁就算上桌 千身跑不掉啊 我红万就在这里守着 我不会被吊起 红万就可以留到最后 就算他这个肩上桌了嘛 但是他的千身就一直会被我钳子 假如我有红万有白老有嗓 还有小鱼嗓的牌 我就应该先发这个五锁 发了五锁 他的八锁把我打掉上桌嘛 那我现在就要防守十指们 我既然有红万有白了 我就肯定能够守住他的千身 我们再看亿万的规则 首先如果持有红万 而且超过一个赏 那就是红万和两个赏 甚至三个赏 两个赏这么大 不可能没机会上桌 所以这时候就不能通过极桌来立万 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想极桌 不是 立万只是借口 还有顺风骑在手 也不能立万 同时有白老有千身有红万 叫做顺风骑 侄子们最大的牌都在你手上了 你还立什么万呢 立万是为了钳制白老或者签身 百千万都在你的手上 你已经没有立万的需求 立万失处无名 这个立万立千都是为了要截至白老 或者签身 所以防止因为无测 在前七张牌的时候 没有牌上桌 最后被吊死 才要想办法抢先上桌 你都有顺风骑到手了 你根本就没有截至白老全身的 需求都在你手上 所以你再要说立千立万都是失处无名 比如之前已经有人集桌之后呢 也不能再通过集桌来留完 所以两家集桌的话 最后关于出了问题追究责任 还是追究后面集桌的这个人 后方 已经通过案例的桌 就是我正常情况下 他已经有牌上桌了 也不能再通过集桌来留完 这个时候 再说立万的话 就是假戒立万 真集桌 最后是灭万的位置 灭万其实没有什么位置 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够灭万 除了你要截断摄像 或者是防止庄家 从新的一个花色开冲 我们来举例子 假如某一个玩家 他已经有三个警察上桌了 马上就可能会形成摄像 而我正好有他要形成摄像 需要的拉当牌 他这里的话 有一个九锁 一个九万 一个一万 如果再加一个一锁的话 他就会形成 一个公孙对座的摄像 每家要合十六柱 也不小了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锁子 已经到了第七桌 某个玩家出了四万 墨加 不知道他有什么牌 但是他万一有一锁 他的摄像就成了 我这时候有个锁子可以防一锁 那我就请你把万万灭掉 要是我不灭掉万万 我灭掉锁子 你看他这后面七万一旦打了四万 他的一锁亮出来 谁也按不住 所以我这时候灭掉万万 就是明智的 而假如这个墨加 他是庄 假如他已经有两路上桌了 头家出了个四万吧 同样是 我这时候又有个锁子 他虽然没办法形成四门 但是他如果有个一锁打上桌 他就可以冲出锁子 又不知道会增加多少的积分 所以我就要防 这时候也应该灭掉万万 还有就假如是你估计 厂商别的人的石子都打完了 你就没牌了 你红万流到后面也没有意义 你也可以把它灭掉 等最后决战比赞的时候 可能就比的是 你想要留的那一本 这个对所有花色都使用 反正你觉得那种花色 可能已经没有了 你留个大牌 估计也不会打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留你认定的那张牌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